欢迎收看本期的搞定的距离 我是钟文泽 我们又是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小米MIX3这款手机 大家听我现在嗓子已经有点哑了 因为我刚刚录完了另一款视频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MIX3这款机器 到底有哪些升级和改进之处 据我们所知这款手机最大的一个卖点 就是它是一个滑盖的 看包装盒 背面写的小米MIX3保时兰8GB内存 256GB存储 我听这次不是有10GB存储吗 不受重视 我们打开盒子看一看 一如小米之前的惯例 所有卖点全写在手机的这层贴膜上 新一代全面屏6.39英寸 极致无边视野 然后前置双摄AI相机2400万加2000万 2400万加200万 柔光自拍手机中的艺术品 拿到一边 这是蓝色 这个蓝色有一点点和上次小米MIX2S的 那个敦煌绿跟那个质感有点像 这盒子还挺沉的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了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卡 一年一度 探索的路上不断投入 不断努力 烂七八糟的 然后雷总签名 雷总签名后边带数字的 对吧 小米搜索黑科 探索黑科技 为发烧而生 这我们就不念了 这次还送了一个无线充电板 因为MIX3大家已经揭晓了 这是一个10W的快充充电板 这个质感是那种橡胶的质感 而且好小巧 这有一根Type-C的数据线 这是一个12V 1.5A的快充插头 这有一个Type-C转3.5毫米的耳机转接线 这呢是一个手机壳 哎呀 我们这小米MIX3自动开机了 我们看到这写着 MIX by小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好像是小米MIX系列 第一次加入了这样一个 by小米的一个字样吧 我要进行我人生中第一次 滑盖全面屏的操作了 大家听到了吗 再来一次 而且两边还有一个光效 这还有一层膜 这还有一层膜 使用前请接下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手机 我刚才短短几分钟的一个 手感上的体验 这个手机呢 是要比想象中看上去 要沉那么一点点 我现在不知道具体的重量 但是呢 厚度上其实我觉得还好 但是这个滑盖这个部分 大家看了吗 这滑盖部分还是有一定的缝隙 因此呢 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是否会存在进灰的可能性 当然了 滑盖全面屏吧 它一定是一个略带有一些探索 同时又有一些妥协意味的这样的产品 所以说呢 有一些些缝隙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另外呢 这次这个滑盖全面屏呢 它小米说 采用的是一个磁铁的装置 也就是利用磁铁 同级相赤 一级相吸的这样一个质感 小米官方告诉我们 说这个机械结构呢 大概可以连续的滑动30万次 30万次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刚才想了一下 30万次 假设你一天要连续的开盒300次 差不多了吧 这个数量差不多了吧 那10天就是3000次 100天呢就是3万次 也就是30万次的话 它可以给你打来回的这个开盒1000天 1000天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机器 因为没有了前置镜头的干扰 底部也没有了 所以说整体的机器边框会非常的窄 这也是MIX出到了 对吧 MIX一代 然后MIX2 然后MIX2S 这应该算是第三代产品的第四款产品 终于达到了一个 就像小米当年想引入的那个 全面屏这三个字的这样一个效果 从我自己的上手体验呢 这边屏幕 从我目前的来看 效果还是不错的 顶边框呢 好像比侧边框还要再宽一些 可能是为了这个扬声器的存在 底边框呢 算是目前国产旗舰里边 还不错的这样一个底边宽度吧 然后呢 这次小米MIX3的背面是蓝色的陶瓷 我们拿到这款是蓝色陶瓷 其中呢 它这个屏幕是黑色的边框 这个位置呢 两个还有一点点色差 就是前面是黑色 后面的是蓝色 背面镜头方面 背面镜头方面呢 这一次好像小米 虽然说同样是采用MX363的那个传感器 但是又通过AI算法呀 又通过手持的超级夜景啊 进行了再一次的升级 怎么说呢 这一次在DXO的打分上 好像啊 已经打到拍照部分 已经打到了108分 然后整体是103分 据小米官方称 这是现在为止 全球排名前三的 也就是排名第三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26号发布会 华为是不是要搞事情 很多人之前会说 这个都明明已经采用了这样一个全面屏了 背面又开了一个指纹 其实对于这后置实体指纹 我本身倒是没有任何的意见 而且大家看 小米的这个指纹开得非常的浅 其实从视觉观感上来说 并不是影响非常大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滑盖 大家看这次还有一个动态的壁纸 首先给大家听听这个滑盖磁铁 通过磁级对撞来产生的声音 还有一个音效大家听了吗 小米官方说 这是一个解压神器 我的理解就是跟当年那个捏泡泡一样 捏泡泡 但是如果你身边有同事的话 最好不要这样解压神器 因为这种操作自己听着没什么问题 但通常会给其他人带来极大的困扰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滑盖的交互 首先解锁其实不用滑滑盖 只需要你手指搭在后置指纹上 或者说台外亮屏 然后直接滑动屏幕就可以解锁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 要比OPPO FUN.X的弹出式的结构 要更方便一些 然后它在这里新增加了一个滑盖设置 首先我们看滑盖设置给了六种音效 我们现在这个叫科技音效 听了吧 然后有个江湖 拔刀 手锹 这个效果也挺好的 而且很有产品辨识度 以后你都走在大街上 谁 这样 对吧 就是使用小米MIX3 然后这第三个 机械 有点像锁头 听了吧 灵动 这是灵动 最后一个是Zipo打火机 听了吗 这几个音效我自己比较喜欢 我选用哪个呢 我觉得还是科技这个比较有科技感 然后再看看这个设置 滑盖的全面屏 它其实有这样四个 现在可以自定义的操作 比如说第一个 可以开启自拍 这个有点像锤子当年那个 对吧 把手机倒过来 就自动进入自拍 它这个向下滑动 就自动进入自拍了 而且我们看到 这次小米采用的是一个 柔光双摄的配置 除了有两枚镜头之外 还有一枚柔光灯 我把柔光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还挺亮的 还挺黄眼的 这就是这枚柔光灯 非常真实 完全没有美颜 大概就是我现实中生活的样子 在这个位置 很骚的 写了一个2400万 Dual Camera 这个镜头 对吧 很骚 这个字幕很骚 但这个位置 我有一个小小的抱怨 就是我滑下来的时候 是开启前置镜头 但是我推回去的时候 并不是关闭前置镜头 所以说在操作逻辑上 感觉有一些割裂感 大家看 嗯 哎呦 刚才不是这样的 我看看 哦 那可能刚才没有设置明白 那这样设计 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种设计 很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第二个是工具抽屉 这个也是小米这次全新的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功能 我向下滑一下 大家就看到了 首先有设置倒计时 然后有点击或许天气 这个天气部分 我们没有联网 所以说现在看不了 这有一个快捷的录音机 然后你打开 有一点像什么 有一点点像 Apple的那个 iPhone的那个控制中心 大家觉得像不像 哎 没了 然后这有一个计算器 然后这呢 有一个微信的付款码 然后这呢 有一个微信的扫描码 这呢是一个便签 这呢是一个相机 基本上就这几个应用 没有什么再多的 手感好好 好喜欢 确实有点减压 你别说 我这工作价看 现在已经 后边我那个时钟 已经到9点多了 我还在加班 但是 使用了小米Mix3 工作的压力 都没有了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启动应用 你可以启动 比如说微信 比如说微博 比如说等等的 你自己的一些小应用 然后再往下部分呢 它就有一些 一些滑盖高级功能 在特定场景下 可以开启定制的功能 比如说 显示在吃鸡的时候 你可以开启游戏工具箱 游戏工具箱里呢 里边比如有游戏加速 自动加速 游戏工具箱 然后有下载限速 然后有禁止后台自动同步 再往下呢 是视频工具箱 它说 看视频时 滑出工具箱 支持快速截屏等操作 我现在呢 随便找一段 我刚才这个录的视频 比如说这段视频 我们给它往前滑 这就是我一个拍出环境 这个时候我滑动屏幕 大家看到了吗 这儿有一个 没了 太快了 我视频太短了 这儿有一个截屏 但是截屏完了就没了 然后这儿有一个录制视频 录制视频 然后现在开始录制 然后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比如说进入设置 设置一个小状态出现的 然后比如说进入浏览器 浏览器也是一个小的 也就是说你在进行视频观看的时候 实际上呢 你是可以同时上网啊 或者设置一些简单的设置功能的 另外呢 这一次在后置镜头上 小米加入了一个夜景模式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夜景模式 从我自己的理解啊 有一点点像华为的那个超级夜景 就是它通过AI算法 然后对这个照片进行分段的曝光 大家看 我现在点一下夜景模式 大家看到了吗 就大概曝光时间可能也有4秒钟左右吧 然后它再合成一张照片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小米MIX3 一个简单的上手 我觉得 像我之前评测 OPPO Find X那款机器时候 我们说到的 这样一种带有机械结构的手机呢 肯定不是未来手机的中继形态 手机未来的中继形态 一定是一体化很强 一体机身很强 机身性很高的这样的机器 但是在2018年现在这个档口呢 不代表一体型不强的机器就不是好机器 像我们之前评测OPPO Find X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现在的这种具有一定机械结构的机型呢 会让这个机器具有很高的识别性 现在手机都千篇余力太严重了 当用户出现一款这样一个具有一定特性 甚至具有一个特别明显外露的 而且还有一定好玩因素的这样的一款设备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很多用户打动能力是很强的 小米MIX3呢 它有全球目前安卓最强的芯片 同时呢 也有一个全球排名第三的拍照 加上这种机械结构 对于这个男性用户群体来说 吸引力还是很高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想看这款手机更多更详细内容呢 大家可以关注腾讯数码 以及之后的报道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这就是小米MIX3官方送的那个套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戴上套之后呢 这个屏幕基本上是被包含在套里了 然后我下滑一下 大家看到吗 基本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可以吧 我觉得这个就跟普通的手机套 基本没什么区别了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